里面没有贪嗔痴 没有生命的痛苦 所以各位你受八万在戒 就做了一天的解脱阿罗汉的 这种自由自在 叫涅槃极尽 远离世间的种种的困扰 这叫进阿罗汉住 意思是说受八万在戒 各位就得到了解脱的功德 不但如此又名掌养 掌养上根 为什么要掌养上根 上根圆满就成佛 最主要讲的是三种上根 无贪心的亲近愿 我要成佛为了众生 第二无称慧的大慈悲 没有恨众生 只想要帮助众生 第三个无愚痴的智慧 因为了解世间都是幻化的 而生起了深入境障 还是如何利益众生 这个叫三善根 简单的说 菩提心 大悲心 空心 以这三种心 点灯 放生 念经 忏悔 帮助众生 等等 然后善根 增上特别快 令其增多顾 所以会觉得说太好了 一天都赚了一天都赚了好几辈子的福报功德 如等现在已经得到尽阿罗汉注向阿罗汉的清净功德 又能增长利益众生成佛的善根功德 当生庆幸 太好了 如法奉行 所以我要好好的守戒律 保持正念 所以各位 果能如法奉行佛 能如法奉行 所以既然知道了 能够解脱 又能够成佛 解脱是对自己 成佛是利益众生 觉得很高兴 我要好好的守戒 所以各位 今天我解释的比较仔细一点 那你应该觉得说 哇 叫我坐飞机十个钟头 跑去受保管才结 我也要跑去 太滑得来了 然后呢 像我第一次受 我就觉得 那我一辈子不舍戒了 不能开玩笑了 哪有人那么笨 然后功德那么大 那时候我明天不要了 这个所谓菩提经 它就是 我永远把持 永远不退转 所以菩提经 当然一定包含了 八观在界的戒体 八观在界的功德 各位要升起这个想法 所以 佛陀规定我们在家居士 一个月 至少要受六天的八观在界 初八 十四十五 二十三 还有最后两天 因为这六天 天上的天地 四大天王 就到人间来调查善恶 意思说 那一天你没守八观在界 哎呀 他就惩罚你 不满意 如果那一天 你守八观在界 这些护法 天神天地 就非常高兴 因为你增加他的功德 世间有人 守八观在界 玉皇大帝的力量 就特别大 那这个世间 就比较散法 如果世间 破坏太多 那些魔王的力量 就特别大 那玉皇大帝 就会输了 所以这六天 就天地而言 他会护持帮助着 受八观在界 但是佛陀是希望 我们在家居士 世间怎么忙碌 这也是一个夜报 没办法 但是至少这六天 恢复清静 也为自己解脱而努力 更为成佛的资粮而努力 所以我今天 有跟我们佛陀教育中心 我们居士建议 至少我们教育中心 每个月 办两次的八观在界 那不需要有法师 有最好 但是没有 自己居士念课颂本 不穿海经也没关系 大家穿全身是白的 那就好了 几个人都没关系 念完这个戒本 不过三十分钟就念完了 再来就大家一起念经 做好事 帮助穷人 放生 焉供 那这样我们嗜水就很厉害了 嗜水的功德就很大了 要怎么做 那平常你在家里 一个人也可以 你有时间或是很好 摘日 初一十五 那你就把这个课颂本 拿出来念一遍 今天一整天你就受戒 可能你那天还要去上班 但是上班也是修行 因为你保持出离心 我今天没有应酬 没有酬颜 那更好 那这样一样说八万在戒 我讲一个八万在戒的故事 有两个国家 天天在那边打仗打仗 后来这个国家的皇后也怀孕了 那个国家的皇后也怀孕了 两边就不想打仗了 奇怪 不但不想打仗 两个国王还会聊天 他们就想 哎呦一定跟小孩子有关系 我们两边居然不打仗了 后来两个国王就讲好 好了 如果我生出来是男生 你是女生 那我就娶你女儿 如果你是男的 我生出来你的 我们就嫁给你 希望我们两个国家都不要打仗 然后呢 那个时候小孩生出来 一边是男的 一边是女的 我两边都很高兴 然后呢 等那个女生七岁了 然后这边的国家很高兴 全国国王王者都来了 要来下定金了 哇七岁啊 我们要下定金 你要娶了 但是这个女生不嫁 他的爸爸就担心了 完蛋了 我们两个国家打仗那么久 就是因为你怀孕了 人家不打仗了 你如果不嫁给他 这个事情严重了 然后来这七岁的小女生 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就爬到楼上 跪下来 祈求释迦牟尼佛加持 祈求释迦牟尼佛加持 结果佛陀现前加持他 他就这样打坐 打坐 进入八观灾界的状态 正的出国 恶国 三国 阿那汉 正的三国 断除 欲望 称慧 显现神通 然后呢 一天 一天就圆满了 然后隔天 国王带着 隔壁的国家 王子聘金都来了 然后呢 一定要娶她 不娶呢 有麻烦了 结果这个公主 从楼上下来 哇 这么多人 她就飞到天上 显现神通 那个时候 连国王都想 我女儿 怎么会这样 另外那个王子 哇 我要娶的 居然是 小孩子就看到 这么显现大神通 她也跪下来了 不敢再说 我要娶她了 这个是一个菩萨 然后呢 这个公主下来了 然后 她就跟国王说 国王啊 我要出家 这才是我生命的愿望 也愿王子 你将来也能够出家 然后呢 这个世界会更圆满 后来国王看到 她显现神通 她的父亲 也只好让她出家了 出家没多久 就正拿罗汉 这个另外一个王子 她也去出家 也正拿罗汉 后来人家问佛陀说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佛陀说 这个小王子跟小公主 他们两个 在过去佛的时代 是一对夫妻 这一对夫妻呢 他们两个都有学佛 但是天天吵架 天天吵架 后来这个太太就带着先生说 我们去佛陀面前 说八广再结 我们两个都发愿 好不好 生生世世不吵架 生生世世两个一出 一在一起就永远圆满 而且呢 能够碰到下一个佛的话 让我们两个都出家 个个都正儿乱 好不好 他们两个就 这样夫妻一起受八万再结 一起发愿 结果发了愿以后 他们这对夫妻呢 生生世世在天上 做富贵的夫妻 一直到释迦牟尼佛 来 弘扬佛法 他们购置投胎在两个国家 然后一投胎 两个就不吵架 所以各位 受八万再结发愿 功德大不大 太大了 赶快把你老公抓过来 你老婆天天跟你吵架 发个愿 一日一夜八万再结 改变两个国家 两个都正儿乱汉 好 所以你们夫妻感情很好 受八万再结 发愿往生都算内缘 一直到弥勒佛来成佛 就一起来 又正达阿罗汉 可以 还是说 你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也都可以 但是意思是说 各位受八万再结 发世间的愿 发出世间的愿 发成佛利益众生的愿 一定都能够满愿 而且发愿 也是一种功德 再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 法界众生 所以我现在问各位 如等能 如法奉行佛 那你要打 能如法奉行 所以 各位 能如法奉行佛 能如法奉行 大众请请起立 理谢三十和上 向三十和上 三文讯 如文讯 明天 明天 阿弥陀佛 受界功德圆满 大众 同音 念佛 回向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吃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 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台湾民俗信仰中的农历七月 是恶趣受苦的轨道众生 能借着鬼门开 来到人间享用祭祀供品 今年生命电视 在台中洲际棒球场 举办了一场 普际优名的 大蒙山孝亲诗诗法会 参与人数将近1500人 借由三宝威德利加持 使名扬众生 在天经文法 至心忏悔 受持三规 文法受识时 心开意解 聚得解脱 什么是蒙山诗诗呢 大蒙山诗诗是为悲悯恶道众生 所举办的法宴 法台上会供置佛像 并被清水与各种食物 对面则会设孤魂台 共识方法界 六道群灵之位等 供请有德恨的三师 登坛主法 辞咒诵祭 并对群灵的六番开示 使其种下未来 成就道业的菩提音 但有没有想过 如此盛大且庄严的法会 除了佛菩萨 及隆天护法的庇佑 还有法师们的领重修持 才得以成就之外 背后有多少位 制成为法会 无私付出的义工菩萨呢 如果做相当的话 应该也是快十年了 当中应该有很多挫折 然后也是有佛力价值 让我才能继续到现在 其实当志工 不辛苦是骗人 但是你如果每一场跑会的话 你都会觉得很发喜的话 那是你人生的第一步 也是往生活路道的第一步 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 你就要想一下 停顿一下 转个链会更好 如果能这样想的话 你的路才能走得更远 满更久 记得我去学插花是因为我们家里 刚好有佛堂 那我就想说 插花来共佛 那没想到一插就 插了三十几年了 好像就爱上这个插花嘛 觉得说我要发挥我自己的良能 那因为有法会的话 我都会参与 那让这个法会能够 就是相得益彰 我发觉到我认识的朋友 他们真的都很有佛心 所以变成说 大家都就是与花会友 这个插花只是辅助性的 但是好像有花感觉 整个会长都很庄严 所以我们那些朋友 我一找他们都很乐意过来 就是说众生实在大家都很苦 都是生病往生比较多 所以摆这个药控桌 就可以利益他们 我们还要配色 每一桌都要配布团